她当年临盆抓包和小三简讯喊变胆亲妈。如今公婆狂劝复合,孙子是我们家唯一香火。 由小林嘉欣之称的伊林模特周嘉欣。 因为亮眼外形和惹火身材,受到很多厂商和粉丝的喜爱,不过才23岁的她,其实早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。 她和交往五年的男友登记结婚后,忙着做人生子。 熟了却在产前五天接到小三电话,我跟乃先生有关系。让她决心离婚。 图片来源,周嘉欣脸书。 周嘉欣2016年生产前,突然接到一通陌生女子的电话,对方披头就说跟她老公败育。 让即将临横的她晴天霹雳,原本还不相信这一切,没想到对方竟然出示多样证据。 包括曾传讯息给她老公,昨天做完后,我今天下体不舒服。 老公竟然还回应,弄痛难了,让她欺诈。周嘉欣在生完孩子后,决定离婚独自抚养孩子。 没想到日前公婆竟然好心相劝,希望她们能够复合,原因竟是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周嘉欣在离婚之后,取得孩子的监护权。 目前独立养育的儿子已经两岁,每个星期都可以开放前夫家里来探亲。 熟了近日,前公婆竟然开口,希望她们可以复合。 只因为她的儿子是前夫家目前唯一相伯,让她超傻眼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周嘉欣文婉拒绝这项提议。 认为目前月薪大概8万元,已经可以养活自己跟孩子。 尤其前夫让她受伤很深,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爱情,还是有阴影,我没有想谈感情。 最后仍希望自己抚育孩子。图片来源,周嘉欣脸书。 新闻传出后,让很多网友超生气,知乎。 公婆还要不要脸啊?知道现在还不认定孩子有问题哦。 有种就是抚养孩子,但是不要他们复合,伤了女方还敢这么厚脸皮窝。 要孙子是一会事,但这个态度看了就让人不爽。图片来源,脸书。 小编也觉得前公婆有点夸张呢?自己的儿子偷吃,心里居然只想着孙子。大家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